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這一節我想說一下葛珮帆 因為在李家超高票99.2%當選行政長官之前 已經盛傳葛珮帆即是民建聯的成員和張國軍 會入國做李家超的班子 要組班成員 張國軍做什麼可能有機會做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 然後葛珮帆因為他是IT界出身 所以有機會做創新科技局局長 大家都會掩著本邊嘴來笑 如果是好很多東西看 但是大家都說一下就算了 其中一個有頭有面的 阿姐姐 阿姐姐 葉劉 接受電台的訪問 人到無求就膽自大 因為葉劉本來想在金屆 出來困一困 起碼讓我試試入集選行政長官 圓他一生人的夢想 當年跟他妹妹競爭的時候 中聯辦就喝停 你不要搞亂局 沒有啦 然後金屆 說他已經準備好了 結果也是 一人參選 一人當選 又沒有行 他已經跟外界說了 以後都不會再 想參選行政長官 所以人到無求就膽自大 出來說說話 葛珮帆在他心目中是誰 Lowbody 是他去評論 其實他的說法就是我不評論 節目主持人問他 說李家超 當選後首要工作就是早班 有報道說民建聯在 選委界 入立法會的葛珮帆 是會做創新加科技局局長 他又沒有看到Steve Jobs 問他 問葉劉 你怎麼看呢 葉劉真是 很厲害 你知道他的口 變才了得 他這樣說 他說我不評論個別的人 我不評論個別人 但是 當然我聽到他就很想入政府 不過做創科局局長 真的有些行歷才行 只是三句就已經 致人於死地 我不評論個別人 我不評論個別人 他真的很想入政府 不過做創科局局長 有些學歷才行 你聽完之後 我覺得非常過癮 非常好笑 你聽到他的學歷的爭議 我先詳細說 他很想入政府 他聽到很想入政府 你說在民建聯或工聯會 現在有三個名字 一個葛佩帆 一個張國軍 一個是工聯會的麥美娟 說髒話的吹嘴 罵到林鄭 九月臨頭的 很想入政府 我相信這一群 看到權力 就會往上爬 這群人就百分之百肯定 為何很想入政府 除了權力之外 還有錢 大家可能不太知道 大概 局長的薪水 是三十多萬 不算其他津貼 有司機 三十多萬一個月 三十多萬 立法會議員薪水 大概是十萬 當然有其他津貼 有實保實銷等等 我只是說薪水計 三倍多 誰不肯到流口水 錢誰嫌多 還有權力 立法會議員沒有權力 只有一個罵字 如果想罵的話 現在 局長的權力很大 也有很多資源可以分配 誰不肯到流口水 所以葉劉說 聽到他很想入政府 我覺得這是很真確的 問題來了 葉劉怎麼評價呢 他就說 這句真的很要心要肺 他做創科局長 不只是用App就可以了 如果用App 葉劉認識 我也認識 如果要幫到國家 要幫到國家 做甚麼都可以幫到國家 很重要 不只是幫到香港 你也要找人 認識Deep tech 才行 Deep tech 是不是 不是只有皮毛 真的有學歷才行 你要出去見人 國際社會 不要太失禮 你說你要做 國際創科中心 CORRY和新加坡一比 跌了下去 你就真的很臭怪 OK 接著說他 說完之後就說他自己 他說會就早班向李家超被達意見 不排除香港未來會有金融風暴 行會裏面已經有相關人才 熟悉工程基建人才 他說現屆政府沒有發言人 屬荒謬 我待會說誰發言人 在公關工作上對國際傳媒很差 他說他自己的外宣工作上是做大義工 李家超班子 葉劉環說民政局局長應該是民建聯的浪竹物 很適合他們做 民政局局長為何適合他們做 分錢的 大佬 他全部都是他自己的 工聯會勞福局 何啟明態度積極 可以留下 可不可以做局長 何啟明 還是他姐 麥美娟做局長 他是做富裕 然後他就說 體好環境局長王錦星可以留下 他有專業知識 工作沒有什麼爭議 當然沒有工作 有什麼爭議 垃圾徵費 搞了五年 一直搞不定 大佬 他自己 跟 特區政府做外宣的大義工 老老實說我也是很害怕 怕什麼 葉劉接受很多外媒訪問 很多 包括我記得他在BBC Hard Talk 是不是Hard Talk 好像不是Hard Talk 我記得是誰 跟節目主持人 扯得很厲害 是葉劉的工價 包括英文水平 如果你換 當選的超哥 他接受外媒的訪問 英文訪問 Hard Talk 真的是Hard 很厲害 如果你很好聽 那個節目 無論訪問任何人 那個阿叔 很厲害 厲害得不得了 你說李家超能不能招架得住 當然不行 我想 集中說 葛培法 為何會 真的有學歷才行 大家可能記得有關博士的爭議 是怎樣的呢 這個David Webb 大家知道古壇長毛 很喜歡做 詳細調查 他們向郭培凡查詢 學歷的詳情 助手回覆 說他讀什麼呢 Granich University 格林威治大學 Granich University 剛才我前兩天又再去一次 經過門口 在英國格林威治 或是格林尼治 屬於倫敦的地區 但是 Granich University 下面有一個字 就是夏威爾 Granich University 夏威爾 就是 夏威爾格林威治大學 所以跟英國那間格林威治大學 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是幾年前的事 問郭培凡的學歷 1993年1994年 工商管理學士和 工商管理碩士 然後1996年 拿到 管理哲學博士 PhD 所以郭培凡是博士 Granich University Hawaii 跟英國 剛才說過 Uniperity of Greenwich 一點關係都沒有 David Well 問郭培凡是博士來的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博士論文的題目 還有 你那份東西 在哪裏找到呢 你那份PhD Athusis在哪裏找到呢 博士論文 他就無形 後來就有不少人質疑郭培凡的學位 是有問題的 是買回來的 郭培凡當時就說 他用九年時間很辛苦地唸回來 他說如果我的學位 不是真的話 我今天一定有問題 一定不可以坐在那裏做議員 但是David Well說 1990年 Granich University Hawaii 在1990年夜月才在Hawaii成立 從來未獲得 美國教育部門認可 校子 是一間 公司叫做 United Pacific Corporation 一樣的 但是這兩間公司 已經解散了 這間大學 1998年 搬去一個 澳洲海外的領地 叫 洛福克島 洛福克島 只有2302人 住 這個島 不受澳洲教育條例 所認可 澳洲的色黎晨部就說 這間 學校 是 文憑工廠 叫Diploma Mill 2002年這學校已經結業了 究竟 但是有趣的地方是甚麼 有趣的地方 到2016年到2020年 第六屆立法會的時候 立法會有個網頁 他沒有提供到相關的學歷和專業資格 沒有提供 他之前一直都說自己是博士 但這次沒有提供到 學歷和相關的資格 這一屆立法會是怎樣 我上去看過 郭貝凡的理力 知力 學歷 郭貝凡議員 BBS JP 太平紳士 選舉組別是選舉委員會 所屬的政治團體是民主建港聯盟 即是民建聯 記住 學歷 及專業資格 香港大學 社會科學 碩士 沒有說他的博士 如果他真的是博士 他怎麼會 吃虧的 怎麼會不填下去 所以 只是從這個 立法會官方的 網頁 去 show他的學歷 和資歷清清楚楚 他 再沒有申報自己是博士 我覺得好玩 如果他真的做創科局 局長 那些人真的要問他這個問題 你的博士 是否真博士 是怎樣拿回來的 為何一直都聲稱自己是博士學位 今天在立法會的網頁上 你又縮回 沒有說自己是博士 這個我覺得是一定要問的 郭佩帆 怎麼創科法 我真的想不通 他怎麼表現出來自己創科法 即是以前看過Steve Jobs 那個叫楊偉雄 都叫做在科技院裏面 我都見過他吃過飯 很懂得吹 很棒 吹 看過Steve Jobs 然後 新這個姓薩的這個 都是叫做機電工程處 都是這個科技 或者叫做技術的人才 都叫做懂的東西 但是那一輩子 他的表現裏面 最突出的 最被人爭議的就是 有關這個 博士學歷的問題 然後更加重要的是 立法會 我看不到他怎麼突出 去講有關於他自己 在科技上的創科上的 一些獨特的見解 但他要帶領香港 好像 香港要做國際創科中心 你的call要跟新加坡一比 跌了下去 就覺得很醜怪 在國際社會裏面 不要太失禮 你會出去見人 你說 出去見人的時候 人家新加坡 全部的內閣成員 無論是學歷和資歷 即是滾地沙滾出來 跟香港一比 不要說英文水平 這不重要 我們要說普通話 一比 說你什麼博士 做創科 你出去怎麼跟人困 出席國際場合 你怎麼告訴人 你有自己什麼獨特見解 你手下多厲害 跟你寫演詞多厲害 大家談上來 打著酒杯 給大家 這些東西 不怕貨給貨 不怕不識貨 最怕貨 貨給貨 是吧 一行家一困起來 大家知道你的底有多深 你懂得多少東西 這個很重要 我覺得我就贊成他入局 除了令到他覺得飄飄然 賺多三半工資外 給人看看這一屆 特區政府 由上到下的 call 究竟去到哪裡 老實說 如果國配凡入局 深圳 深圳 深圳真是創科中心 很多人說是 深圳裏面 都掩著 半邊嘴來笑 我也是好玩 葉劉將說到有關於 沒有發言人 特區政府 新聞處長 不知道是誰做的 我想到一個人選 遲些我可以詳細說 這個人選一定行 在這裡 透露一點 我覺得這是心慶得人 西門寺 一定 藍營KOL首屈一指 在輿論陣地裏面 做大內宣大外宣 打國際線 全部是了得的 首屈一指 他認了第二沒有人敢認第一 中英文都能認得 好 他不做發言人 他做發言人 繼續在YouTube 做大內宣大外宣 令到李家超 這個政府 肯定無論是在國際上 在國內上 中國大陸 在香港 肯定是會 揚威海外 升震天下 肯定得 西門寺肯定是 特區政府新聞統籌專員發言人 的 不義人選 我希望超哥可以考慮一下 暫時到此為止 支持我濕席口花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下次再見